李总 这是我男朋友 林天乐 你男朋友 对对对 我是她男朋友 人可是做能源的老总 我这是真心帮你 你就不明白呀 六十岁的大爷能帮我干什么呀 小姐 你家现在已经负债了 再说你爸那事还说不准呢 万一碰到官司怎么办 你看看你现在无依无靠的 必须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 不然怎么帮你爸你妈呀 但我也不卖身呢 谁说就让你卖身了 这年龄大就不能有真爱了吗 真实的 说好了 待会儿不许总 李总 这就是我跟您介绍的梅兰妮 李总 你好 请坐 我看你好像身体不怎么舒服啊 爸 对 那个我昨晚没睡好 好像有点扭着了 没休息好 现在啊 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就是毛病多啊 好 那个 缺 缺乏锻炼 我怎么缺乏锻炼了 我不是天天都做瑜伽吗 我听说你是留学回来的啊 嗯 在大学时候主修的是什么专业呢 服装设计 美术 哦 都是些花架子 都是些花架子 你还会卸什么呢 跳舞弹钢琴我都会 那都是小科了 什么钢琴八级 散好学生 我意思是 你都已经二十五不小了 还什么都没做过 我女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是顾忑总理了 真了不起 对 顾忑总理谁没见过呀 我爸原来还没走呢 不过呢 没什么阅历也好啊 白痴嘛 我说的是白痴 李总 你真有我 好像上升有点长啊 什么 听不懂啊 就是说你的腿比较短 我腿 但是你比一半人也算长了 不过你是学艺术的 对你的要求 当然要比一半人要高一些是吧 你有没有打算去做一种手术 就是那种真高术 听没听过 我真没听过 就是把小腿的骨头打断 然后再锻炼处接上一段钛合金 过上半年就好了 高科技吧 说实话 我选女朋友的时候呢 一般二十四岁以上我就不考虑了 不过你要是有 做这个手术的意愿 我可以考虑你的诚意 比赛的事呢我就帮你谈妥了 我已经在这儿了 一会儿见了面啊 我带你填一表啊 亲爱的 我一会儿 你还来呀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大学同学好朋友闺蜜余同 这是大企业家李总 李总 这是我男朋友林天乐 你男朋友 对对对 我是她男朋友 那个那个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这怎么回事啊 太不像话了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们约了去看电影啊 这个时间 对对对 时间好像是有点来不及了 那个我们先走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彤彤拜拜 不是 蓝妮 别蓝妮 不好意思啊李总 这家伙 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一码归一码 刚谢谢啊 这改变命运啊 得靠自己 现在的女孩呢 都想找个老公 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可问题解决了吗 一个比一个大 你这什么意思呀 谁想找老公解决问题了呀 你刚才不是相亲的吗 我一眼可就看出来了啊 而且应该相了不止一次吧 告诉我 带着墓地去结婚 这婚姻呀 本身就不牢靠 对 我就是相亲 我就是带着墓地去 我要找人 跟我爸妈还债 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跟我喊什么呀 发那么大脾气干吗呀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现在对我的态度 变成这样呢 之前你生病的时候 我还给你送粥来着呢 对 之前您对我的好 我全记在心里 晚上都拿小本写上了 那怎么办呢 怕您误会呀 只好绕着您走呀 不是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什么意思呀 自己拿去看 看什么呀 我的亲奶奶 千万别这么叫 受不起嘞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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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信息 真是我亲奶奶发的 我 我压根就不知道 你看我这啊 看见了吗 我这什么都没有 被我奶奶已经删了 我真不知道 这 反正我跟你说清楚 别自作多情 虽然我现在不怎么样 但我将来还是会起来的 以你的条件 你别想啊 不是 等会儿 等会儿 这 以我什么条件呀 你看咱俩哥一块啊 我认 你 这合适吗 我吧 就是一经典款的自行车 稳重 耐用 爆发力强 你吧 撑死了就是一带铃那小粉车 看着还行 但骑不了多远 这轱辘啊就该坏了 我里面还约了人了 人呀 该相亲相亲去啊 如果那个黄蝣糕 吃的 口约的 чтоб进降 好 好了 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